我今天要做這一道鮭魚的料理 是用鳳梨做一個和風醬 台灣一個美麗的寶島 充滿好吃的水果寶島 我今天用我們台灣中南部的鳳梨 來做一道很清爽的一個醬汁 台灣的鳳梨真的非常好吃 我們很喜歡把鳳梨 加到我們的料理裡面來 我們先把鳳梨切成丁狀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下去熬煮 就好像我們在做水果果醬一樣 先熬煮到一個熟 你切得越碎 其實它熬煮熟的時間會越快 剛剛主持人問我說 我這個鳳梨心也要進去嗎 我覺得食材不要浪費嘛 就全部下去熬煮 好 那我們把鳳梨呢 放進去鍋裡面讓它煮 然後還要再加糖 然後就是下去熬煮 那燈火滾了以後 轉中小火讓它稍微有冒泡 稍微有冒泡讓它煮 我抓的時間大概是25分到30分 那慢慢的讓這個糖與水把這個鳳梨煮熟 好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時間 就是我們的這個鮭魚到底要怎麼樣來變成所謂的炙燒 對 鮭魚呢 我現在擺的方向 鮭魚我們要順著它 不然你切 它肉容易散 我也會切得非常非常的薄耶 你是怕觀眾朋友做不出來是不是 所以你就只好把它切厚一點嗎 沒有 因為我今天是 沒有把它切得很薄啦 因為我要做卷的動作 肉就直接把它捲起來 還有大家在買這個鮭魚的時候呢 可能 因為我沒有帶另外一種魚來 所以很像很難跟觀眾朋友分享 其實有很多的魚長得很像鮭魚 所以說在買鮭魚的時候 如果是你到這個肉攤子 就是說賣魚飯那邊去的時候 可能要找就是說 信用比較好的這個魚飯啦 因為常常他們會把這個鮭魚呢 跟另外一種魚類呢 把它混在一起賣 那價錢跟鮭魚一樣高 其實它不是鮭魚 只是它的顏色啊 但是它口感上其實是還 都是有差別的 好 我們現在剛剛鮭魚捲好了 來做製燒的動作 看自己的身熟度啦 看自己的身熟度 你發現喔 在製燒的時候 鮭魚的油 還有那個鮭魚的那個香氣 嗯 今天的油花真的很豐富 所以你看 它製燒之後呢 它那個油還會 產生另外一個火喔 那有時候可以發揮一些小創意啊 可能裡面捲一些洋蔥啦 還是捲一些... 還有蘆筍啊 好 那背面怎麼辦啊 要不要拿起來噴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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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吃生的觀眾朋友呢 其實可以在家裡用煎的 或者是撒一點點鹽 一點點就好了 放進去烤箱裡面烤 嗯 直接這樣子烤喔 搭配我們今天等一下要做的這個 鳳梨和風醬喔 其實也不錯 好 那我們這邊鳳梨呢 已經大概好了 你看它在煮喔 糖 已經慢慢的跟那個鳳梨 滲透在裡面跟它結合了 那我們直接用果汁機來打 像這個自己做的水果和風醬啊 有時候可以做起來啊 跟親朋好友一起分享 自己做的、手做的 好 稍微打一下 稍微有碎就好 對 不要太碎 好 做一個拌勻的動作 好 那我們現在 非常香 好香喔 我覺得跟那個生的鳳梨的味道 真的是不一樣 那我們這個鳳梨打好了以後啊 加入白醋 桂蘆 老師,你這個調出來的醬汁好像很多喔 我們今天那個炙燒只有那麼幾片而已 你調這麼多醬汁 是不是說我們一次調很多的醬汁 然後我們可以冷卻之後放冰箱呢 對,可以放 因為這是自製的 我剛剛有講 醬汁做起來呢 可以用寶特瓶 乾淨的寶特瓶裝起來 放在冰箱裡面 大概六到八天這樣子以內 我們把它用完 那可以裝一裝 分享給親朋好友 這是我自己調的一個和風醬 也可以來當沙拉醬 對 所以我想說奇怪 它是弄錯配方嗎 怎麼調起來一大鍋啊 好,現在加下去的是比較特殊的 這個芥末汁 對,芥末汁 然後這是芥脂醬油 芥脂醬油 這也很特別喔 芥脂醬油啊 這哪裡可以買得到 其實我們一般的超市都買得到啦 是喔 對 然後最後再加入這個橄欖油 好 所以我今天做這麼一大鍋 等一下主持人可以 帶回家 對 你要講的是這三個字嗎 帶回家 對,帶回家 然後再淋到剛剛炙燒好的鮭魚上面 這時候擺上鍋巴 對,鍋巴 或者可以有一些我們 不喜歡吃的吐司邊 烤酥酥脆脆的放上去 其實都可以 對 好,今天做的這兩道料理 觀眾朋友還喜歡嗎